欢迎收听节资料 我是小姐 今天录音声是2023点8月5号凌晨的1点12分 那今天也是这个 我记EP191 这个UA出发大满贯 这件事情的 算是一个月吧 差点讲一周年 那一集也非常非常有幸也不幸的 成为我这个本节目里面 流量最高的一集 那老实说这个成本太高了 这个 这个人想说 这个你至少赶他开心啊 很多人在听节目 这个流量确实自从那集之后 我真的有跳起来 但是 其实这个东西拿去撒IG广告 可能效果都比较好 那这一集就讲一些 这个最后的结论 基本上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应该就不会再有翻盘了 这样 好那首先 这个你可以先去听191 跟后面还有一集 后面还有一集196 196后半其实也在讲UA的东西 我们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这件事情 那蛮多也是在抱怨 基本上就是讲结论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赔偿 没有任何的赔偿 那我在那一次 我从心理损坏 然后里面的包包 有两个名牌包不翼而飞之后 那也去找UA救责 也去找常常救责 那UA的意思是说 这个他们感到非常的抱歉 所以给你5000里 就是给你5000里 那这个我会持续的再抗争下去 就是我会继续去跟他吵这件事情 但我自己是觉得 我已经没有那个人 我其实没有这个力气 其实没有这个力气 那其实原本这个 在旧金山的时候 我在长荣力情也是跟我说 这个你就回来发 你就回台湾之后 再发这个心理的损失这件事情 那最后心理的损失跟心理 里面的东西 其实这两件事情 常常都一概不负责 那理由是说 第一个是他们拿到心理的时候 就长这样子 那即使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明说 他们看到心理就长这样子 反而是我自己看到心理的时候 里面的东西就不见了 我看到心理的时候 里面心理就已经损坏成 这个不成人形一样 这个是我有 非常多证明 因为我有影片 然后我当然还有人证 因为就是他们的地情 所以这件事情 他们跟我接洽这个人 他并 跟我接洽这个行理部门的人 他拒绝去负这个责任 那你跟我讲说 因为你这个班机delay 所以我们原本应该要接到 你的这个长荣 长荣航空的航班 因为没有接到你 然后你改班了 所以于是呢 你这个就不叫做一本票 不是一本票呢 那我们就没办法帮你的心理负责 好 那这个就很有趣 因为这个 这个规定是这样子 他们内规是这样 那实际上不知道 这是不是只是托责的借口 就是说 如果今天一本票 那像我是从 西雅图飞 旧情城 旧情城 飞台湾 那前一段是 联合航空的国内线 后段是长荣航空的国际线 那如果今天在心里 在任何一站流失 你都应该要去跟最后一站的人 也就是我的例子是 长荣航空去claim这件事情 好 因为前一腿delay 所以我改过票 这件事情根据长荣航空行李部跟我说 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就是跟我说 这件事情就我们就没办法负责 因为这就不是一本票 然后这个就是胡说八道 在胡扯 就是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要找谁负责 他说那你来找一位负责 那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在旧金山的时候 你们旧金山人也跟我说 旧金山的地情 这到我所有的状况 我跟他讲说我delay 我怎么样 然后为什么改班 他们叫我在台湾去做舊责 就是不能说舊责 去台湾去解决这件事情 去叫我先赶紧回台湾 这样 那我也是很感谢 这个在SFO的地情 就近山的地情 我回来的时候 你又告诉我说 好那你要再去找UA 那其实我错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 要找UA的话 我会直接在那边报案 我会直接在那边跟UA的人说 你这个东西炸掉了 那你要给我一个证明 或者是说你要给我一些 这个一些这个证明 或者是甚至是更多的赔偿 这样我可能要当场去炒 那我可能也没办法说 跟这个长河航空地情 阿富给我的东西 阿富给我说 四个小时后也搬 你要不要回台湾 但我知道他的利益也是良善 就告诉我你说 那你可以赶快回去 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我知道 我要在那边炒的话 我就不可能搭四个小时后的搬机 对不对 就是我没办法马上 我要先炒到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箱子绝对 因为那时候我只知道箱子 箱子坏掉 我知道这个箱子 跟我多一天 晚一天回去 一定是箱子比较重要 一定是箱子的机会成本是 相对来讲是 应该说箱子可能这个三万块 然后但是我今天晚一天回去 我多住一天 我可能损失的钱 不会那么多 所以以机会成本来讲 如果我知道那个情况 我要找UA去Claim的话 我就会再带一天 我在那边吵架 甚至我就会跨明天中午等等的班级 就是一定有更多处理房子 但是那个时候是 我长荣航空带我去找UA 那UA那边跟我说 因为一本票 所以你要找长荣航空 这个是UA跟长荣航空的地情 在SFO的对话 我只是听到转述给大家 所以我知道一本票的规定 是因为他们两个地情在讲话 不是因为我告诉你说 我拿什么条文 不是 所以我现在最气愤的一个点就是 好那时候长荣航空 为了要厘清责任 为了要确定说 我拿到的行李就长这样 所以去找UA 那UA也跟他们 就是达成某种默契 就是说好 那你要找长荣航空 所以长荣航空在SFO地情 叫我回来台湾 但在台湾的行李部门 又跟我说 因为你的一本票 他当然中间过了很多的信 其实有跟我说什么 你的case 我跟我同事讨论一下 我想说 你跟你同事讨论一下 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 这种东西应该不会是 什么办公室讨论一下 就会有结果的东西 那当然我这个气氛 也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就是 在长荣航空 这个台湾行李部门这边 直接就说 那你要去找UA 当然我再来回来讲几次 我就说 这件事情第一个 我现在回来 我才知道心理流失 那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会直接在美国报 如果我那时候在那边 我就知道 我就在美国那边报案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愿意飞回去报案 我愿意再飞回去报案 因为其实我损失的钱 大概是15万台币左右 包括两包 包括行李箱 包括我都住了那几天 我觉得我损失 我现在开张理程票 过去再回来 我花一天 我觉得我都不会花那么多钱 所以我就觉得 没关系 你真的要搞 我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就告诉他说 我有什么样的选择 当然第三种就是 我可以provide这些资讯 给任何的美女朋友 当然我身边 也不会是没有这种资源的 第四个当然就是可能是我直接把它供出于事 当然这种事情就是我不会想走到这个部分 那当然他们也显然也是有恃无恐 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继续 再回我一封信 再告诉我说 如果你这件就是跟我回我一封类似罐头信 就说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去找UA 剩下我讲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 他都没有回 当然我在信中也提到非常多东西 例如说 这是你们告诉我 这是你们告诉我说 你们拿到行李的时候 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进去 我去拍照的时候 因为我进办公室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录音 因为我知道 你知道那个 我就是有一种 就是奇怪的地理 我感觉会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要录音 那我也知道我要录什么 我也录了这个 我不能说随便录 然后就也不知道看不出来这个周遭环境在哪里 所以我也顺便录了周遭环境 那我非常确定 这件事情我都有全部传给他 就是包括这个影片 那他们也不知道最后做什么决定 或者是他们在台湾的行李部门讨论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再回我说什么 这个你要去找 反正永远都是推给UA 那这个如果你有听这个UA大蛮怪那一集 你就知道我在改票的时候 已经被长荣航空跟UA 还有全日空在那边退来退去 然后全日空他改票改的权限非常的低 然后长荣航空跟你说你要去找UA 你要去找什么 然后UA跟你说你要去找长荣航空 所以那天我在机场 那两天我滞留在旧金山机场 我走三万五千步 我不是坐在那边 那是一筹莫展在那边 在那边等结果或打电话 我是不断不断的在走路 不断的在问说 这个我要怎么办 因为我语言也不是不通 要不然我也不会听懂一位跟这个长荣 在那个地勤他们在攻杀小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根本就睁眼说瞎话 对那我现在做错 我现在做错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没有把那段时间全部录下来 我应该要把它全部录下来的 我应该要把在那个对话直接录下来 我就直接丢给一位说 你这个是在冲杀小 所以我其实是很想 我应该说在这个经历下面 我都有一种想法就是 我其实都想要尊重人 我想要尊重这个 有长荣地勤在SFO的帮忙 帮我改班 帮我敲了一个位置 帮我去找UA 虽然我知道他只是厘清他的责任 那他也算是当翻译 虽然我显然是不太需要翻译 但是 但是在这件过程当中 我乐要尊重他们 我也没有录影 其实我应该要录影 我应该保存所有对我有利的证据 或者是资料 甚至是说我可能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应该在那时候应该要距离成更多东西 但是我秉持着我一直以来都不是 我不想当一个奥客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警惕说 我今天在这边 我如果 我会为了对方而想 例如说 今天这个地勤 看到这个已经傻眼 对不对 看到这个行李箱竟然可以炸成这样子 那他们一定也觉得很困扰 他们也没办法帮什么 我当然可以在那边拍一桌说 操你吗 为什么我今天看到你 我的行李箱出现在你们超人航空办公室 结果你们超人航空 竟然没有人通知我 而且我还是你们下一趟的商务舱客人 你们连这一点点的代课之道都没有 你知道 如果你有听191那一期就知道 为什么我会找到那个行李 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人通知我 常常没有通知我 一位没有通知我 是我自己拿着我的手机 然后拿着AirTag 因为我AirTag会显示说在某个地方 因为不够近 因为不够近 所以他们没有显示说在哪边 于是我就拿着我的手机去寻找我的行李 就开着Find Mind 然后去在那边找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旧金山走了三万五千步 因为我大概有两万步都是在旧金山的所有 它有三个行下 我在那边走 Terminal 123还有一个International Terminal 我就在那边找 当然我没有撒到每一个都去走 我就是走了UA那个Terminal跟昌王工的Terminal 就是国际间的Terminal 所以我是自己找到的 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到 我丢掉行李的大概30多小时之后 我没有衣服 我没有洗澡 因为我去隔壁很贵的饭店住了一间 就住了两晚这样 但当然我衣服还要另外买 当然你这也不能报销 非常好笑 总之就是在所有的状况里面 包括飞机的延迟 包括时间 包括改票 其实都没有人要帮你 今天如果你任何一个人在这边 我觉得都会死在这里 你就真的会死在这边 因为不会有人打电话跟你说 你下一班改成什么 不会你出你的Gate之后 跟你讲说 你下一班接长轮航空 因为你这个一本票 所以我们已经帮你敲成下一班了 不会 没有人 你一出站 你一出去的时候 没有人会带你 不会有人带你去跑到 这个国际线的航下等等 也不会有人跟你说要怎么做 但我真的是自己冲到国际线的 长轮航空的登机口的时候 他跟我说已经关门了 在小西那集我都讲过 总之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人帮忙 我的手机都是畅通的状态 我的美国手机 我台湾手机 全部都是畅通的状态 没有人要联络我 我心理掉了 我心理损失了 我心理炸成这样子 也没有人要联络我 上面有这个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长轮航空的地勤 或者是你任何一个航空的地勤 你看到那个状况 你会不打电话吗 对不对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行李出现在这边很奇怪吗 你今天下班 然后你进办公室 看到一个行李箱躺在那边 跟着三个行李箱 有个行李箱显然是炸掉 你不会去想说要做什么事情吗 所以很多朋友就跟我分享 他的想法的经验 例如说 他们就是因为你行李箱炸成这样 所以才不敢跟你联络 其实我就觉得这好坏 这想法好坏 但我现在越想越觉得越合理 因为第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想法就想说 坏掉就联络 联络就照赔 因为照赔也是公司赔 又不是你赔 对不对 又不是发现打电话 那个人地勤 没有不是 而且三万块对长轮航空的 小case 即使今天是15万 对长轮航空来讲都是小case 但是 我现在越想越不对劲 今天如果我是长轮航空的地勤 那我看到里面 因为你行李箱炸开 炸开来就很像你那个钱包 外漏了可能几万块的这个美金 对不对 那会有人不干吗 所以我今天如果看到一个箱子打开了 我一定会好几心事 然后我去翻一下 翻一下之后 如果发现说 里面有个值钱的东西 你会不会想要把他干走 尤其那个环境是没有监视器的环境 所以其实我也把我这个concern 去写在这个信里面 我就说 那你们有办法去证明说 你们没有做这件事情吗 但是 我原本都是不喜欢去怀疑人家 我不想要最难听的话去讲人家 当然我可以这样子直接怀疑 因为我刚开始的切点 我client给长罗航空的点就已经错了 就已经错了 我是到后面 我才跟他讲说 你们这样不处理 那我其实也可以怀疑你们这样事情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处理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种事情理论上 就是长罗航空跟UA去分掌 或者是去讨论说要怎么样赔偿这个旅客 一定有个方法 一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旅客打罚 今天我也不是要你 我也不是要你 赔这个所有的损失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你或许很难证明 这个东西死到哪去 但心理损失跟心理的受伤 跟心理里面的遗失是两件事情 你两件事情都全部要我回忆为 所以我对于长罗航空的心理部门 这个处理方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他们就是全部都会有罐头讯息 就是他可能 就是我可能写了 我可能写了 可能写了500个字 他只会回我100个字 所以这个在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很不 这个比例就已经错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服务业的话 这就已经错了 正常来说人家回多少 你只能回更多 但是这个就算了 这就算 我想说你大概就不算言辞 但是那里面的言辞都是跟 基本上就是一句话 就是嗨谁谁 什么先生 你要去找UA 叉叉叉进上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个格式 只是他把那个字 从你要去找UA 这五个字改成了100个字 好 那就是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我老实说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这样 那我也不会讲什么气泡之后 永远在不搭长罗航空 但我会下 我当然会想要减少搭长罗航空的机会 但其实很难 我老实说很难 我也觉得这场罗航空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但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大开眼界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没有想到航空航空对于一个这样子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可以处理的这么糟 那我也没有想说我要把它闹到多大 所以我就想说到这边为止 你不赔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我只能再去跟一位找 反正 我也不是第一次被踢皮球 我在改票的时候 大家就互提 大家就跟我讲说你要去找谁 你要去找谁 你要去找谁 最后是谁去改到票 是我自己打的 是我自己去打的 全日空的英文客服 然后打着 接了半天 我花两个小时我才改到票 对不对 就是理论上 超龙可不可以改票 可以 UV可不可以改票 可以 我最后去找了开票的人改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三个人 这三间航空在改票方面都是可以改的 就是都是可以改的 所以一定有人问说谁可以改 你本来就是要去找 当然最理所当然的是 你去找开票方 没有错 那就是全日空的开的票 你说全日空里程开的票 但是其实三个人都可以改 这三家航空都可以改 所以我觉得这是 他们就是推卸责任 那在现在这个 这件事情又回到心理身上 行李也是一样 其实谁负责 其实常常会负责 可以 UV可不可以负责 可以 但是他们都选择 不负责 选择TP球 选择用罐头讯息回我 每个人都用罐头讯息回我 那我要怎么办 对对我要怎么办 我就只能一直 我就只能一直claim 然后就是 我现在就真的很认真的觉得 我现在这个以下的话 就是我自己讲 我自己负责 我就觉得这种人才会养出 台湾 这一堆台湾雕 我刚才我这样把这些事情 全部放在网络上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什么样子的人跟我讲说 你太温和 你知道吗 就是服务业 而且都是航空业的 航空业都来跟我讲说 你这样子 没有他当然别人口气 他意思是说 其实台湾和 你会失去非常多的权益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当然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想要成为一个好人 我今天想要成为一个好的乘客 我今天在 例如说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的流程是什么 我就直接做到你流程的样子 我不是刻意要做做 要讨好你 而是我想让你方便 例如说你今天要收餐的时候 我就不会故意把东西 叠得乱七八糟 然后让你就是要收餐的时候 很难拿 或者是说我还要叠叠叠 或者说 我这个纸杯 我怎么样 回收什么的 我知道你们要干嘛 所以今天有人来打招呼的时候 我都会说 好好好 谢谢 我的意思 我其实都一直句点他 原因是因为 这个飞机有很多事情要做 打招呼 收这种东西 这是我都知道的事情 例如说 例如说你去把这个行李 自己摆上去 头顶的那个叫overhead 你把它放到那个头上的行李箱 不知道那么怎么讲 这种事情就是你自己做就好 你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 你也不需要人家提醒 甚至我旁边 我这个朋友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你要放上去 我就会直接讲 因为我觉得 这是彼此的 这是身为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有必要把它做好 那当然你说 我今天如果东西摆在地板上 然后空腹走过来 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推进去一点 或者说 这个东西可能你要拿在手上 或是要放在上面 我觉得我要浪费一个人的时间 因为他可能 他可能50个乘客要对付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 我是有点想太多 但如果我今天在 我们就回到这件事情本身 我今天如果在改票的时候 我今天延迟 其实我应该可以站在那边 刚刚讲说 你今天delay是 你今天delay四个小时 永远迪的四个小时 那你应该帮我改票 或是说我在常文贵 我也可以跟他讲说 我之前我也不是没有改过票 那为什么这次不能改 你知道吗 其实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也可以讲说 我是你们商务商的客人 哈喽 而且我好歹也是新闻金卡 我新闻金卡叫商务商客人 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很多这种人 你知道吗 我自己就下意识会觉得说 其实我认识的人这么多 大家每个人 不是每个人 很多人都有新闻金卡 很多人都搭商务商 那我只是恰巧这一次 我有商务商 我又是新闻金卡 那我也是用里程换的 我也知道那个不值多少钱 老实说那就是没多少钱 但是 我就想说 我要拿这种东西去吵架吗 你知道吗 其实你要吵架 有一千种方法都可以吵 你可以讲说 那delay又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就是赖在那边不走 他们是服役的 他们也没办法跟你讲说 哦好 那就是怎样 那当然 我也可以直接拿出电脑 跟他讲说 那我又看到晚一点那一般 有空位 你可以直接帮我画这个位置 对不对 有些东西其实是在一个 很灰色的地带 那我只要知道 这是灰色地带 我只要知道 这个不在SofE上面 我就不会去争取 我就是白纸黑字上面 写什么东西 我就会坐到那边去 这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权力到哪边 我就坐到哪边 就像进去 去找一间饭店 对不对 你刚刚说我要升等 你也大可以在 柜台刚刚讲说 我的会员权力里面 有升等 你就升出一间房间 那他们通常都跟你讲说什么 我们就说 我们既然这个房间已经很满了 我们进入住率很高 所以没有房间可以升等 但是我也知道 我在网路上 或者在这个 订房网站上面 都会看得到 我可以升等的房间 我可能可以升套房 但是我就 有些人就会直接拿手机说 这个你们这边还有套房 你们这些 你们这边明明就还有套房 为什么不给 这样 那当然 饭店又有饭店的讲法 反正这个一线的服务人员 就会讲说 我们今天可供 升等的套房已经没有了 那到底在供杀小 就是理论上有套房 你可能就要给 那你如果不升 你还有升下套房 那你可能觉得你要卖钱 你要什么东西的 但是你就是 就是网对这个会很权益 所以最后我会怎么处理 我就是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去这个饭店 我目标是这个套房的话 那我要么就直接订到上面去 要么我就是会事先先写好 我也不喜欢就是当场在那边 在现场 然后说 就是现场吵架 你知道我宁愿事前先沟通 我先写好 先刚才说我有什么东西 Oh sorry 我刚才说我有什么考虑 或者是说 我有什么特别的occasion 我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我想要套房 因为怎样 我会尽量把provide越 detail越好 或是越真实越好 通常也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一个做人道理 因为我今天站在那个前台 我会觉得说 要来一个 卡克每天都有 为什么每个服务业 每个航空业 每个饭店 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你们卡克很可怕 有的人听到卡克 就会觉得说 好烦 为什么就觉得他们 就是卡克一大堆 你有什么好那个的 我也这样觉得 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觉得 我如果 我如果可以在 那当时为我争取到一点权益 那我应该就不会 损失到这么多钱 我就不会损失到这么多钱 我觉得 我很难拉那个平衡 我很难拉那个平衡 因为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我赞成 我也知道我今天 technically 我照这个规则 我确实应该跟UA讲 但是你觉得UA跟长荣 谁会赔的比较多 或是谁比较好沟通 绝对是长荣 所以我当然就找长荣 我就说 我就跟他很软心的讲 我跟他讲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很软心的讲 我就说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两个 你们两个可能是共同负责 或者是说 你们要去跟他charge 但是 我觉得跟长荣讲 是比较合理的 也比较好沟通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这件事情 我也只 我也 我老实说 我的 我的基本的期待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刚才这个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已经有个最基本期待 就是你们至少陪我心理想 你们至少要陪我心理想 但是 但是他们这件事也没有做 我就觉得说 你今天掉 我今天所有的冰霸都掉了 我已经 我已经很衰的 就算了 那个太难举证 但今天心理想 就是那副死样子 就是那副死样子 然后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 我维修 对不对 那能够多少钱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三千 三万块的东西 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给 然后你再把我推过去 我就觉得 到底在干嘛 就是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子 没有一个人有那个总具 把这件事情给接下来 或者是说 你们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或者说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 你真的很惨 所以我们帮你处理掉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 反正每个人来工作 就是 就是 就是拿那个薪水 然后做越少事越好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遇到什么卡克 你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一样把它推掉就好 所以我就觉得 对于这种 这种态度 跟这种处理方式 我是超级失望的 那 这个我们来回了 大概六 我们大概来回的信 应该超过十分了 我跟这个长安航空 来回的信应该超过十分 然后也有通过 大概两三次电话 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然后我也是觉得 极度 极度 极度失望 那总之 我 我以后应该是 不会再这么客气 我觉得客气 真的留给值得的人吧 我真的觉得客气 就留给值得的人 因为 对于服务业 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在一个 非常混乱状态 就是我没办法理出一个状态 我没办法理出一个状态 就是我也不会 很夸张跟你说 说 我是什么卡 我是什么卡 然后 我要求升等 因为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知道说 这种东西就是 求一不可求 你要超卖才会上去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 我不是说我以后要 要求升等的事情 而是说 今天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是最惨的人 我就不应该 我是如果是受害者 我就不应该再为人家着想 今天 我这样在 我是今天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如果 今天在飞机城 有一个空服员 如果他不小心打翻的饮料 在我身上 请问你会怎么做 假如说你 空服员 不小心假 放一杯热咖啡好了 热的 咖啡 你穿白色 对 这个能够怎么处理 这个能够处理方式 就也只有 他们也没有衣服可以换 他们如果商务仓有 那个睡衣 他们可能会给你 那你就穿着睡衣上衣 上下机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他们也只能给你 毛毯跟你先披着 也只能这样子 如果你那个 什么 什么垫子脏 什么就这样子 或是他们便衣服出来给你 那剩下有什么处理方式 可能也没有 但是 这种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 你会怎么做 你会去课诉吗 你会去课诉说 哦 这个家伙 这个 谁谁谁 把这个咖啡打翻到我身上 你会去课诉吗 其实我以前个性友是不会 我是不会 我是觉得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他也不是故意的 就很像心理这个case 行李损的话也不是故意的 不会有人无聊去夹这个行李 或者把这个行李给摔烂 虽然我后来觉得好像不是 因为越想越不对劲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觉得这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今天如果去 我就想说我今天去client这件事情 会不会让这个空腹 会就是很麻烦 因为有可能他的 他的什么权限或是什么东西就会变少 然后大家可能会被寄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 或者会让这一般的都道把他干死 这样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说 哇 这个有点麻烦 所以我下意识就觉得说 第一件事情 这对我的印象大不大 不大 我批个东西 就算了 而且转弯印象 我还想说 哇 这个有点好谬 好好笑 然后我可能在节目上可以讲 但这就是仅此而已 就仅此而已 就这种事情 我的事情像是不会克诉 克诉通常都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像这个掉行李 这个行李损坏这件事情 就是我也知道 他一定有一个流程可以走 我知道他一定会有一个流程 就是说 好 就是行李赔偿 但是我没有想到 后来的延伸会是 我在美国 美国叫我回来台湾处理 然后台湾叫我回美国处理 这样 那我 哈喽 我不是住在美国 我不是住在美国 而且我也没有想要去跟 你知道 我真的不会想去跟一位交涉 所以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失望 如果我可以 当时可以在 不管旧金山 就是凶一点 或者是 主动一点去处理这件事情 可能直接 可能自己去 去吵这件事情吧 因为当地的权限 还是相对于会比较大 你现在台湾 其实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记录 今天他们跟你说 他们拿到的东西 就已经这样子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当时候 可以在那边拍 这样讲真的很糟 就是下一次还是觉得很糟 我今天在那边解释说 哇 所以我现在在家行李 这样子 你们要谁要负责 对不对 我今天行李这样子 我里面东西还不确定 有没有掉 那请问你们谁要负责 对不对 那如果他们当时候 直接可以给我一个处理 或者是直接给我一个证明 纸张的证明也好 那我就可以处理掉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拿那张证明说 你们SFO这边 就是跟我说 你们拿这个证明 可以台湾会 一定会处理这样 但我完全没有要 我完全没有要 我就想说 所以这个已经确定要回台湾处理 那一本票 好OK 规定上次这样没有错 但是当每个人都照这个规定来讲的时候 哇 这个中间的bug就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就可以再找这个bug 然后去推卸责任 所以我真的是对于 我再次讲 我对于这个常常航空的心理部门 是非常非常失望 然后对于这个处理的专业 是非常非常失望 因为他的口气真的是奇差无比 我真的就是 他完全全 完完全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如果你要回客人的信 那你应该 应该 应该要有一点点的人性 或者是你至少 你去用chat GPT都可以伸出比你有人性的回应 所以这个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希望他身体健康 老实说 还有希望这个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因为我 我现在光是回去看那些信 我现在光是要打开 常用航空寄给我的信 这个这位专员寄给我的信 我就觉得很恶心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心情非常的差 我就是火大成这样 因为 然后其实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情绪都是几乎是没有的 我会觉得 就到底怎么处理 SOP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是当你SOP 把你推到一个 完全全没有 没有任何补偿空间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很想把他们全部杀了 你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很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就是 有一句话怎么讲的 法律是只保护懂法律的人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知道这些东西 其实我可以在中间 可以做一些梗 或者是我在灰色地带去 争取我的权益 我可能就不会绕到这个下场 当然 我这里面的东西丢失 这个包包丢失 当时我也没有去清点 我当时确实也是没有去清点 因为当时遇到事情太多了 去开听1918 1918 我家人听到这些故事 他们只是觉得很荒谬 然后他们也是觉得 我老实说他们是觉得说 你怎么一个人处理掉这些事情的 真的是这样 他们真的心也只是觉得 你怎么会这么衰 然后你怎么一个人处理掉这些所有事情 但当时我在美国 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人能够帮我 也完完全全没有人愿意帮我 不管是 当然潮汪空的地情有帮我一点点 但是显然 他们 我也不想讲他们坏话 因为其实他们真的人很好 我就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当然 也有一些 网友大部分也都是帮我除 就是可能最随的 或者听的节目的人都是帮我除气 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真的帮忙 我所谓都没有真的帮忙 是我知道有些人有source 我知道有些人有资源 有门路 但是也不会帮我 但我觉得这也无所谓 因为我就是nobody 我就是nobody 今天如果我今天是谁谁谁 那可能也不会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 所给我的一些想法就是 无论如何 今天你发生什么事情 心理掩误 或者是航程掩误 请务必在当时候 就马上拿到你的证明 一定要拿到你的证明 除非你真的很确定 这东西在网络上拿得到 千万不要适合 千万不要适合 那什么叫做 事后在网络上拿得到 例如说航班延迟证明 这个东西非常好 这个方向航班延迟证明 在很多航空公司 都是网络上点一点就有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心理这种延误 请你务必录影录音 然后如果今天你有听到 这个地勤在交涉任何事情 直接录音 那我讲难听一点 我以前不喜欢录音的原因 是我觉得这侵犯人家消想圈 而且你给人家一个很大的压力 好像 我觉得很像他威胁人家 今天如果是一个地勤 我也不希望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 他在录音或录音 因为我就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 我不知道你是YouTuber 还是杀小的 那我也不知道你这件事情 会不会拿来之后会against我 但是我现在发现说 这种事情全程录影 不管全程录影 因为你会是 如果你不好好 把这些东西做记录 然后你不留人家的名字 你不需要拍到人家的脸 但是你可以拍到人家的名牌 你可以就是在影片里面带过说 请问一下你的名字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这样讲的话 你会至少你会能够比较能够保障你的权益 当然我也其实有录影了 我也可以证明说 我拿到行李的时候就是这么破碎 他们还是可以退TPQT成这样 所以就大家还是保重 真的是保重 然后有人问我说 那不便险跟信用卡 信用卡刷卡的时候这个险 老实说现在的险真的是非常 现在的这些不便险都保得非常的片面 很多的即使是你行李箱磨损 都还是不会赔 老实说那都是小钱 因为你已经掉了15分 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你已经没有感觉 今天再赔个2000块 再赔个1万块 就觉得 我已经完全不想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算了吧 fuck it 这个详细的在这个UA后续 应该是141吧 就是有那一集我讲蛮多自己的心情 因为还有196跟正 这个196那一集 然后我也讲了蛮多自己的心情 基本上就是 我根本不想再管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 但这中间夹杂了非常非常多 私人的情绪 还有私人的一些恩怨 我就 其实还有一部分没有在节目讲 但这个东西我就不太方便讲 所以让我跳过 我已经尽量撇开我的情绪 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我个人也觉得 我已经处理的 我自己是觉得已经有80分90分 那剩下10分 就让我掉了这些 所有的财产 这样子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也非常 我在某一集也跟大家讲 说如果你今天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找不到人 你绝对是可以找我的 如果我有办法帮你处理 我就帮你处理 或告诉你要怎么做 因为其实人在外站 或人在外面 最怕就是出这种事情 那出这种事情 如果你身边还有人 那是最好的 老实说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身边都有人可以求救 或者是能够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多这些几处 也算是发泄是 大概占80吧 80% 剩下20% 也只是想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遇到这个事 要怎么处理 那所有的保险 这种都是 老实说 无际于是的 光是心理箱 就已经超过心理损伤的险 或是心理疑似的险 对不对 其实真的不便宜 你真的要赚回来 也只有 什么心理延迟 对不对 因为你心理延迟 只是 你的心理晚到 它不是不到了 航班延迟 航班延迟 其实现在也都没有什么 实之实负 所以你很难 就是把它倒撸回来 那现在的 这种不便宜 真的也都非常非常的弱 我就是保一个 保一个身体健康 我个人觉得 但我还是要讲回来 就是 我觉得服务业都很辛苦 那服务业是我从20岁开始 我从成年开始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想我要做什么时候 我第一件就是排除服务业 因为我完全全没有服务人家的心 我就觉得 我没有帮你做这件事情 这样我就觉得 我做到哪边就好 那我也很讨厌面对客人 也我很讨厌面对奥客 我们很讨厌面对这种 不符合规定的客人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倾向 我可能会直接 直接不断发脾气 我就是 我当然显然我在节目里 是非常有脾气的人 就是我会直接跟 我会直接讲回去 但是在台湾的这种企业文化里面 可能不太适合你直接讲回去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要很拐弯 或者很技巧的方式 跟他人家讲回去 他说什么 我们今天房间真的非常的满 那是什么东西的 我也尽量不要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没办法面对这种人 我会跟他讲说 就没有房 之类的 我就知道我是一个 很糟的服务人 所以我就说 我自己绝对不要做服务业 当然其实在台湾 很多行业都 还是有一点服务性质 但是我就选了尽可能 我最不需要面对人的一个产业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别的体恤这个行业 因为我觉得 你们怎么面对这种人 对不对 每次我在可能在飞机上 或者是在柜台 甚至在饭店 我遇到了一些 我目睹一些奥客 或者是听到我一些朋友的行径 我都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神经病 我是觉得说 我真为这个人好扣分 因为常会听到朋友 在讲说什么 自己的一些风光伟业 或者什么的 怎么样搞到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搞到的背后 就是你要当奥客 甚至有些 我觉得讲难听一点 我就觉得有些地方 反而是你越傲 你的待遇越好 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吧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人要追求一个 我的名字的人家听到 会觉得说 我立志正好 我赶快跟他打招呼 要不然我被克诉 然后会跟我讲说 哇你那个裤子没有扎好之类的 然后就是没有站直 或者是你怎么代客 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指示人家眼睛 什么的 这些我都听过一篇克诉 非常非常的好笑 那就是反正真的很夸张啦 然后可能 例如说饭店的话 因为饭店比较好距离 航空公司真的是 航空公司真的都是一些 比较无理的 我觉得是比较无理的 那种奥客 但在饭店 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克诉的东西 就有些人 就是直接走进房间 然后就开始 这个环顾四周 看有没有脏东西 因为在怎么样 房屋在怎么样的细心 都一定还是会有一些脏东西 例如说头发 然后例如说 可能一些床底下 很长 很长会有脏东西 因为一间房间 不管再怎么大 大概都是10到20分钟 真的要清完 这怎么都一定会 藏无拿购 然后又是杯子 对不对 今天杯子可能有一定的 手印啊 我最近搭华航也遇到电视器 我搭华航商务舱的时候 给我的杯子上面 是脏的 那个玻璃杯是脏的 然后我这个人 我的个性 我就不会去克诉 我就会把脏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IG上面 供大家笑一笑 跟他讲说 嘿嘿 这是华航的商务舱 这样子 但我就仅此于此 我去消遣一下他 但我不会 跟他讲说 你这怎么回事 虽然我做商务舱 但我会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自己擦一下 发现好像擦不掉 然后我可以跟他换一杯饮料 或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我就把那杯饮料就喝完了 我就也是把那杯饮料 其实我知道 我可以刻刻到哪里去 但是 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是觉得 其实我真的对这些人 都很nice 这个饭店 继续讲 有些人就会现在进房间 然后开始看看 看玻璃杯 玻璃杯最常出错了 然后还有一些 浴室里面 浴室里面也很常会有 这个房屋留下来的头发 为什么讲头发 因为真的有些人 拿头发刻诉好久 或者是说这个水 对不对 今天这个水有点脏 有点慢 有点水不够 就说我要换房 我要换房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人客诉的背后是什么 当然他们有可能 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好 所以一根头发都没办法放过 当然他们也可以升华成说 我今天这个就是过敏 我就是没办法 我就是对这种毛发过敏 所以你真的不要 我现在这个 你可以给我来空间清新机吗 或是你可以给我换到一间 比较干净的房间吗 这样等等的 那身为这个服务员 或者是你现在是一个manager 你可能是饭店的manager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好了 真的我们真的有点做的不好 即使你心里真的觉得说 臭你妈 这一个头发 你也要客诉 但你也只能说 真的不好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样子 然后那我们给您换一间房间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 就郑重这个雕刻下怀 就说好 那换房间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时候 再不要脸一点 说什么 那我可以换一间更大房间 因为我觉得这些房间有点小 再抱怨一下 那有些manager也比较心软 或者是觉得说 好吧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奥客 好像也只能给他一个 比较大的房间 有可能就给套房 好 所以 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就是 其实 如果今天如果 是不是人不要脸 真的是天下无敌 我现在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真的就天下无敌 但我也不希望成为 什么乘客上面 那个list里面的备注 想说 他很喜欢客诉 或者是饭店 备注写说 他曾经客诉 什么事情 我都 这种事情 我都不会 我都是觉得 算了 我真的觉得就算 因为一根头发 很正常 我冲掉就好了 然后一个杯子脏了 我就换另外一个 大家也知道 那个杯子是怎么洗的 大家也知道 那个杯子 基本上 房屋都摸过一遍 然后再用一个那种 比较细致一点布擦 甚至有时候直接用你 这个浴室里面的布 直接去擦 对不对 今天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那何必 我就觉得何必 所以我通常 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去 我真的是 我真的 这辈子是 课诉的次数 真的非常非常少 然后但是 当然我在这个之前 我之前有一期 是曼谷的 曼谷的凯悦 那一期我有课诉 因为那一件事 那一次是我一定 我一回房间 发现我的房间的门是开的 这件事情就 非得一刻 述不可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只是想测试一下说 我现在 因为我要留个案底 因为我很怕 我里面的东西掉了 那时候我脑子就很清楚 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 这有点危险 如果我今天 这个 我今天这个里面东西有掉的话 我现在也检查不出来 那我现在必须要 直接跟饭店报案 就直接跟饭店讲说 我现在我的门是开的 这样子 那当然我写的就是说 我现在门是开的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饭店 我现在住五星 我当然就是希望说 一个安全 一个合理的 一个饭店 一个空间 那也明明就是楼梯间 有这个门禁 为什么会这样 那他们就很快也做出反应 然后最后也有给一些补偿 那个补偿 甚至我都觉得太多了 干嘛补偿那么多 你只要跟我说sorry就好 或者是跟我讲说 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没有人进我房间 你东西有没有掉 去关切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我没有要你要补偿什么 但他们就下意识的补偿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一集 大家就可以去听过 很久以前的曼谷凯悦那一集 那个就是可能我人生当中 最认真的一次客宿 反正就是 后来当然我也是没有掉东西 然后他们有很妥善 非常非常妥善的处理 那绝对比这次长老公 处理好太多 然后我就觉得 我其实原本没有对这间饭店 非常喜欢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间饭店 就是一间凯悦 就是一间Night Regency 他能够怎么样 但是因为他这个处理 我反而觉得 很强 大家真的去听一下那一集 觉得完全不是同一个level 我就觉得他们 他们才是真的是很会做服务业 好像还是真的是很会做服务业 就做到我真的是很吓到 这样子 甚至他目前的这个 他现在目前赔偿的东西 我一个都到现在都还没有 把它使用完这样子 是一段晚餐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完它 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他们也不会让你觉得说 他们假假的 对就是算是蛮真诚的 而且会不断的问你 而且问你的人 不是就是同一个manager 是你每一次 我每一次就是到柜台 要办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会看了一眼我的方号 就知道说 这个人 就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做 所以我每一次就说 我可能会来 然后可能要跟他讲一些什么事情 我忘记带房客 他就跟我说 by the way 你什么东西 你上次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要不要预约一下 这样 就已经到这样子的地步了 他们就是真的把这个便条纸 贴在他们的柜台 前台的荧幕旁边 我觉得这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是觉得那才超过 因为我没有期待这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 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不时之需说 我今天如果行李真的有东西掉了 我在饭店里面房间里面 东西掉了怎么办 这样 那我要先告诉你说 这件事情发生 那如果你有必要的话 你要先把这个路名带给留下来 等等的 这样 就是避免一些奇怪事情发生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确实那一世 是完全没有东西掉 那再次在常任航空 我真的其实对常任航空 我真的应该在 应该有follow委員提问的人都知道 我其实一年搭乘航空的次数 应该是超过 应该 应该有超过五次吧 这样子有点太奇怪了 我刚刚查了一下 我在近一年内搭乘航空次数十次 所以应该不算是少搭乘航空的乘客 那当然有 其中应该有 应该有三四趟是上五趟还是四五趟 我没有仔细看 反正 我会算是一个非常常飞的人 因为我里程最近记忆有点多 我就想 因为有些东西就开一开 画一画这样子 赶紧炸一炸 然后最近也是 也相对来讲工作比较有弹性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 那我就 也一直都很信赖这间航空公司 相对于说 相对我巨大滑航的次数 我最近一个月达了两趟就来回的滑航 这样子 就两腿 但是我在 在这个两腿的之前 大滑航的时间是2019年 也就是你可以很感受到 我对于常用的信赖是 大于滑航的 不是我讨厌滑航 而是 当然还有一些里程计划 可能我累积的都比较 都是星空联盟这一块 就是常用航空这一边的这样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确实还是对这间航空公司 有蛮多好感 虽然纵使我对于他的公司的 劳资的权益 有很多很多的 的皱眉的地方 或者是 有些很不满的地方 还有一些私人恩怨 就是常用航空的私人恩怨 这样子 人的私人恩怨 那我也是觉得说 没有关系 秉出这些东西 我还是愿意打 但是这次心理掉了之后 我还是觉得说可以打 但是在这个处理 这个心理的东西 就是这个过程之后 我会觉得 哇我要想一下 我真的 他真的是点燃到我的一些 就是他已经让我觉得 这个 这个是可以信赖的东西吗 这是可以信赖的东西吗 我如果再遇到一次 这种转机 当然是直飞 他们一定会负责 但是如果我今天 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好好的记录下来 或者是我没有 当场有任何的反应的话 是不是就很危险 但我知道 以这个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来说 可能这个超级航空 毕竟还是这个五星航空 或者说 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这件事情 在美国为了任何航空公司 大概都不会太好的下场 超级航空已经算是 比较有反应的航空公司了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你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那我当然 我显然我对于超级航空的期待 是高于它现实的情况 或者输入信息这个部分 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些改动 包括说 我会想多试试看华航 但其实我不觉得华航 我当然也有机会会丢到心里 但我想说 好吧 那我想试试看华航跟新宇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的 我的旅评选 我这次 我之后会比较去 比较要确认我每一趟都有买 因为这一次我在日本 我在美国这一趟是 完全没有买 我自己也被吓到了 我就想到奇怪 我其实通常是会买 尤其我非欧美是一定买 但我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somehow就没有买 我也是吓到 因为我最后去放我信仰 我真的没有买 然后就也是很意外 然后再来就是 我如果行李箱 如果有一些比较贵重物品 我会托运上机 这也是 也跟大家 就是宣导一下吧 如果你有那个 又小又贵的东西 干脆托运 干脆托运 这个是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心意箱不管你买多好 都还是会烂掉 我这个Remover是三颗 三颗其中有一颗被摔烂 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显然在 其实我相信在全世界 在台行李 在班行李 这些人绝对是不会 太 太怎么样 太对你的心意箱太好 这样子 所以这个请大家还是 我现在这一次真的是认真考虑 是不是不要再买Remover 你知道吗 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想说我就买一个 可能一万块左右 有牌子的就好了 然后当这个废弃 就当这个抛弃式的东西用 你先把我摔烂 我就换一个 有点像这种感觉 当然我还是很 我当然还是家里还是有Remover 但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这也是给大家一点想法 如果你今天会心疼 如果你今天会觉得 好像看到人家处理行李的方式 Google也非常多 YouTube上面很多 甚至最近有一个豪航地勤 传给我一个reels 也是人家怎么处理行李的 我就想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行李 真的有很多很花式处理方法 就是从飞机上low下来的时候 他们是做一个滑梯下来 那个滑梯 他就直接从机上直接放手 就让你心理箱就滚下来 你知道吗 就是做一个溜滑梯的概念 去公园做溜滑梯 就那种感觉 只是高度是从飞机上下来 然后你的心理箱是Remover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小孩还会自己就站起来 但是Remover不会自己站起来 如果你一些运气不好的 砰然后就坏掉 就是一个脚就挂掉 当然换一个轮子 没有多少钱 这也是我就是觉得 Remover可能可以买了一个利用 但如果今天很不幸运的话 跟我一样就心理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炸掉的话 那真的是很痛苦 那当然其实炸掉一定还是有赔偿 那我也是觉得 呃 赔偿就算了 就是赔偿应该可以 大概可以cover 可以cover一些 或是基本上 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现象 但是我这次会遇到这种 这种延迟的问题 跟这个非一本票的问题 所以 如果你今天遇到单一事项 其实都算好解决 今天你遇到心理延迟 好解决 心理疑事 哦 这个不好解决 心理损伤 这个也好解决 记得照相 记得录影什么的 记得拿证明 今天是这个 呃 delay失接 也好 也好处理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所有事情 跟我一样在 在 在几个小时之内 这样同时出现的话 它就会是一件非常极手的事情 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极手的事情 那也 也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 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 百年难得一见 这个 我觉得 在所有的航空公司人员 我认识的人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过 所有旅客 我都没有听到这种事情过 我自己也没有听到 我自己都没有听到 我已经算 就是 我虽然不是业内人 但是我也 我也 呃 算是有经验的人 算是有认识很多航空业的人 然后或者饭店业的人 我也觉得 我也算是一个有经验 就是 等一下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今天遇到这件事情 我真是已经 已经哭笑不得了 你知道 就是 哇 还可以再跟车吗 哇 可以 然后最后一棒 是跟你 这个 长皇宫跟你讲说 哦 这个行李你要去找一位 我已经 我已经被 我已经被 这是怎么讲 我已经被这个 这个大满关已经打到 已经 已经 已经昏掉 我就觉得说 哇 还可以更扯 这样子 然后你不负责 哇 你这不负责 是连你行李 行李就是损伤 你也不想负责 对不对 我已经没有 我已经对 你的要求 就也不是跟你讲说 你要陪我全部 或什么的 那你还是没有 任何的作为 你是完全不想作为 然后回了罐头去 我会觉得 哇 哇 好扯哦 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 再来一些建议 也就是一定 这些东西都要档案 就是如果你今天 有收据 有什么 比如说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延误 或者是行程延误 你过程当中的 所有发票跟收据 先照相 先照相 记得要先照相 为什么 第一个照相会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你拿到发票 马上记 马上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你记录越详细越好 就把它当成 记一个日志 什么的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跟你的东西 买东西摆在一起 或什么的 就是都拍 全部都拍就对了 那为什么要再拍 因为有些是感热纸 有些感热纸 可能回来就坏掉 或者是有些感热纸 保存不易 或者是你那个时候 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情 在那边把什么发票 什么都放在同一个信封 同一个L夹 同一个包包里面 你就随便乱放 随便乱放就会不见 那当然还有什么 登记证 什么东西 言无证明 请你都先照相 先照相 真的就是把它照相 照起来就对了 记得照相很重要 这个就是你 请务必诡诈 那如果你有跟地心 有一些重要谈话 请你录音 录音 这个也很重要 请确保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是你要让它知道 你在录音录音 因为真的处理会有差 我老实 我也老实跟大家讲 我有几次 我拿着我的相机去 check in 就是饭店的时候 或是什么的 他们真的是 take you very seriously 你知道吗 他们真是会把你打上灯 打相机不行 单眼 我就拿我的 不是单眼 那个是尾单 就是拿我的相机去 他们真的就会觉得 哇 他们就还有问一下说 你是做什么的 这样 我就说 我就会讲说 我只是做一些hotel review 其实完全没有 我只是拍了 然后放在线洞里面 然后完全不去整理 然后最后影片 还是用手机录的 就是很好笑 因为只是拍照 只是我有无聊的兴趣 所以老实说 这件事情就很tricky 我也知道 我是因为拿到这个东西 你们才在乎我 你们也怕怎么样 你们希望给我一个好experience 当然想好的点 就是你希望给我一个好的经验 有好的感觉 什么什么的 但是讲难听点 就是你也怕出事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世界 就是很险恶 对不对 就是这世界 就是这么的赤裸裸 这么的现实 这么的讨人厌 这么的恶心 那当我想要成为 那个很真诚 很低层 不知道怎么翻 就是一个很正直 一个好人之后 我替大家早想的人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为你早想 大家会觉得 你就是这么的软 但是完完全全不是 我的软是因为我知道 我要讨厌起来 我有多讨厌 我知道我要靠谣起来 可以多靠谣 甚至我知道什么东西 我可以做 因为我很知道 你们的流程 我知道这些东西 你 我今天搞你 你会被谁搞 对不对 我今天在机上 如果claim你 或者说我跟你讲 请你找读导来 或者不是读导 对不起 今天找什么person过来 你就会被搞死 我要不要这样做 当然不会啊 因为我就想说 我就不喜欢为男人家 就是虽然我 就是 就是可以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你这样做不好 但是 你懂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将心比心 到了一个太泛滥的地步 然后搞得 我现在是在深刻检讨 我是不是应该要 好好调整这件事情 那很多航空业的人员跟我讲说 其实 我这次是让太多了 这次就是真的是太和平了 那真的是 也让我的权益有大幅受损 那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你会说 那你现在在去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把它搞大什么的 我好累哦 你今天你现在在搞大 我还要去处理什么 公关的问题 我觉得 我没有想要这样子 我想说 我会继续经营我这种 小小费费的频道 然后继续这个 这个IG继续经营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 大家就听一听笑一笑 那如果有信他 这个UA这边有在反映 的话我再更新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一集应该就是我们 UA大门关的最后一集 那也真的很感谢 所有人的收听 还有在这一段期间 航空业相关的人 其实也有给我一些反馈 或者是 有些常旅客也跟我讲要怎么做 但其实 再怎么样的常旅客 都没有遇过这些所有事情 全部加起来的状态 大家都遇见单一些事情 就是说 失节要怎么处理 但是没有遇过失节 心里有什么坏 心里面都就掉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 所有加起来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夸张的 经典的case study 然后结果 现在 现在重入这样的稿 就算了 就是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无奈 也非常非常的 灰心 老实说 好了 没关系这一集就 希望还是 有帮助到大家 也让大家 感受到一点这种 不管 其实我知道 很多听说服务业 那也有服务业的人 通通讲说 很感谢小杰 这么体贴 一线的人员 希望不要对着一线人员骂 这只是因为 我想要让大家好做事 那我希望 我让别人好做事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为了 让你好做事 而做这件事情 大家懂的意思吗 我其实可以让你难过 我也知道 我怎么样可以让你难过 因为这就是 这就是最强的 奥克可以做的事情 我距离一真 我距离一真 我可以拿的事情 那你做不做得出来给我 你今天做不出来给我 那我可以继续搞你 那我就会 一步一步的拿到 更多我要的东西 但我就觉得 第一件事情是 那些你可以给的东西 我不一定想要 我想要很简单 我可能只要一个 心理想 就完结束 但是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反而被搞回来了 反而被搞回来就有点难过 所以有一些人这样跟我讲说很感谢 或者是什么的 但我希望大家还是为了对方着想 你今天是一个服务人员 你可以为客人着想 有可能客人会这样子是因为 他后面有很多的行程 很多重要的行程要做 那你可以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其实就是 我觉得服务业就是两边都为对方走向一点 那我觉得你会多想一点 多想一步 那我觉得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业 好了 那我们这里就到这边 为什么会这么温馨的结尾 我是小杰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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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